当舵无见地义,顾云无见众罪。 以诸诸比丘士气,也就是比丘犯了杀道淫妄,是波罗伊,波罗伊这些气,是永远摒弃生团。 犯于波罗伊此因气,为犯此罪则勇气佛法海外,犹如大海不纳死失。 比丘临于八气,前面四根本戒,与比丘是一样的,再加上处。 因为这个是犹关于戒例,我不想讲得太详细。 你是不是也讲过比丘尼戒,处就是以南众接触,八种事情,复就是覆盖,这是比丘尼的重罪。 这个比丘已经自戒了,被病的比丘已经把他类似有一点方便的把他孤立起来,因为他犯的罪过太重了。 而这个比丘尼也不听生团的劲告,偷偷地去护持,拿饮食衣服给他。 这个叫做水。 不听比丘深重的结盟,私下的去,又去护持那个犯戒的比丘。 那个叫水。 因为今天来听讲,不是出家重,都是在家计时,所以你们也不需要知道这么多,就知道有这件事情。 比丘有四重戒,比丘尼有八重戒,你就背起来就好。 所以第五处呢,一位染心的男子生相处。 所以在这之位,出家献比丘尼像,你一定要拿你分开来住。 释迦摩尼佛非常清楚所有的众生的毛病,这个淫义心很难去除掉。 碰到那个恶言,生一碰,那么感情就来了。 感情就来了。 所以有时候你看看,只要那个电影都常常这样演的啦,这个男主角啊,看看女主角很可怜啦,他就把他头发剥一剥,只是头发剥一剥,剥一剥,是不是啊? 要不然再来就是,把大衣都脱下来,这个电影情节,剧情常常这样子的,然后就衣服脱起来。 天气很冷啦,就把女朋友的身上,把他覆盖着,然后握住女朋友的这个手,这个女朋友就差不多感动到快不行啦。 剧情都是重复,一次又一次,每次就是这样就对啦。 对,因为我看起来,我就说,嗯,再来,男人会躺那些外套,这个真正。 再来那些外套躺后,他会把女主角夹着,就对对。 再来握他的手,就对对。 再来就是女主角,他把女主角落下来,你看看,都照版本在走。 龙教般不拿来,都是这样演的。 所以,这个染心,这个染心就是,对这个比丘尼有企图。 比丘尼长得非常的庄严,他就有企图。 那,身,碰,这个比丘尼界是不可以的。 那,第六,就是八,那位,遗染心男子,坐手也不可以,坐衣也不可以,秉触工作,注意看哦,秉触工作也不行。 所以,有一个道场就说,请问会理法师,我们那个道场哦。 师兄弟通通跑光光了,师父也死了,剩下我一个比丘尼,还有一个比丘尼,那剩下一个这么大的道场怎么办? 我说,你要赶快想办法,这个在佛的借力是不如法的哦。 对不对? 就是,你两个老比丘,比丘尼,两个都是七八十岁了。 那我们怎么办?这个是我们上人留下来的啊。 我说,这个是不如法的。 单一个老比丘,还是老比丘尼,就算八十岁,也不能共处。 绝对不行。 这个没得讨价还价了,你一定要想办法,道场捐献出去。 他说,哇,这个很难啊。这个信徒大家都反对。 不然剩下你们两个,一个老比丘,一个老比丘尼,那怎么办? 你也没有能力啊。对不对? 那会理法师,那要不然我们把这个道场供养给你。 哦,哇,造清金啊。哦,为什么给我咧? 我们没办法管理啊。那里面还有什么条件吗? 我们那个道场以前借了三千万啊,麻烦你还一下。 我这么不爱咧,我... 你讲这个我最怕的事情。 对不对?三万我就可怜咧,三千万。 哦,这没办法啦。 嗯,我世纪人中间的事情,我的桌子都很清楚啊。 诶,平处共作,也不行。共义也不行。 单独一个比丘尼,跟一个居士,男种居士, 同样坐在一个草坪,在讲话,或者是单独一个比丘尼, 跟一个男居士,两个人相约去旅游,也不行。 相宜,互相靠着,也不行。相其就是期待。 诶,你对我啊,我期待我对你。 诶,一期就是约啊。相约啊,约好在哪里啊?见面啊? 这个约啊,相其。 哦,所以要出家,要吃比丘尼戏啊? 哦,那是不容易。 所以在座主委,你如果是女众,要出家, 你一定要坚持,主全部都是女众的道产。 这一点没得讨论。 第七,负,也就是负他重罪啊。 别人犯了比丘尼这些重罪啊,你付偿他, 他已经干了杀到淫妄,那么就必须举罪。 第八,叫做随,为随大圣供给仪师, 则为圣所举,为座供助罚者。 不得随比,这个一般记事看不懂,我解释一下。 一个比丘,如果犯了这个重戒, 好,僧团做结膜,莫病,或者是把那类似啊, 把那关起来,其实是忏悔事了。 佛在世啊,有设一个叫做忏悔的地方啊, 你犯了大戒啊,你好好的忏悔, 又经过僧团的做结膜。 这个僧团做结膜以后,你犯了大罪,重罪, 整个僧团让你好好的闭门思过。 这个时候比丘你,因为他已经犯了不共住, 比丘不共住,就是他不可以住在比丘僧团里面。 另外,屁一个忏悔事,比如说我们今天来讲, 我们这隔壁洞,另外屁一个,比丘的忏悔事。 然后在那边,好好的求忏悔。 如果这样子,比丘你,也知道,明明知道这个是大僧, 已经做似结膜,已经做结膜了。 是比丘所莫病的,或者比丘所立为不共住的比丘, 那么你私下供给他衣服饮食,这个就是犯。 这个就是犯,叫做水。 就是犯,不得水比啊。 因为犯了这个比丘戒以后,要回归身团,要做共住法。 犯戒犯了重罪,就是不共住。 那么要进来身团,再继续共住。 他已经忏悔精进了,忏悔精进了。 那么他也真的是很对不起大众师, 他也觉得自己知道,以前所做的事情, 真的为佛的重见。 我真的深心地求忏悔, 希望身团再给一次机会,再包容,再修容。 继续。 你回来住的时候,要再做一次共住法。 再做节目。 才可以进来。 现在几乎很少人了。 就不得水比。 不可以随那个,为做共住法的以前。 千万不可以攻击那个人。 以衣服或者饮食。 都是等罪及其重,而不可忏着。 若是知禅悔过, 知禅悔过来,宋咒求忏了。 藏这个奏利固,应戀消灭,如是众业, 犹如杀具。 这个重点在于知道忏悔。 重点在于知道忏悔。 要忏悔,有惨贵心, 又知道忏悔。 又想持咒。 这样罪才可以灭。 如果不知道忏悔, 那继续造业, 那么宋人言咒就不好。 言杀以成俱,非猛风不能吹善, 而密咒俱,不测之微神。 固如猛风一吹变善, 细节消灭,更无毫法之少留者。 阿难,若有众生从无量无数节来, 所有一切轻重罪障, 从前世来, 未及忏悔, 若能读诵, 书写齿咒, 身上代词若安住处, 庄宅圆馆如是基业, 游躺消穴。 在这里就要鼓励大家了, 你家有车子吗? 有车子, 弄一个座轮, 弄一个座轮。 我们这个讲堂, 有的人有车子, 挂几个挂十网了, 这次挂十个, 十个座轮喔, 你敢知道? 十个座轮, 没有关系啦, 多多益善, 这个也不怕重复的, 对不对? 十个座轮, 那么如果说你要坐飞机呢? 要找, 放两个, 你的行李箱里面, 还有一种情形就是说, 你的, 因为有时候我们洗澡, 洗澡啊, 拿起来会忘记了, 那么就放在你的每一天, 一定要拿的公事包, 包包, 因为你那个每天拿的, 包包里面, 那一定, 小小的空间已经可以放的, 所以, 你就算没有带, 你那个包包还是有啊, 所以我那个身带里面啊, 不是放十个, 我那身带里面都放二十个, 二十个, 真的啊, 所以阿难解释一下, 阿难若有众生, 从无量无数节来, 所有一切轻重罪障, 从前世来为其忏悔, 还来不及忏悔, 只要你今生今世, 现在, 当下, 如果能够读诵, 书写词重, 所以我就鼓励大家, 应这个任言神重, 出来跟人家结言, 来, 因为啊, 这个奏轮很辛苦的, 居士者, 再来, 金光明沙, 你们身上佩戴的金光明沙, 书要加持好几万遍, 再来, 山上奏轮折好, 再来, 里面有大水球座, 楞年座, 十小座, 坐好的时候, 还放到师父的房间, 开始一直加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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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 那我们还用薪水, 请人家, 插插插插, 你就知道, 一个奏轮, 是经过这里, 搞缸, 厚工啊, 搞缸啊, 真的, 要有的人啊, 就不太会珍惜, 他不是要这个奏轮啊, 他的伟大, 得来不易的, 奏轮是这样子的, 经过, 每一个奏轮拿到楼下来, 通通要经过加持的, 没有加持的奏轮, 是不会拿到楼下来的, 所以我们, 其实我们收这个公本会, 实在来讲的话, 你单单加持那个, 多少万遍的奏仪, 就超过这个了, 金光明沙, 所以说我们只是救人啊, 拿个成本啊, 所以为什么说, 要鼓励大家, 有钱出钱啊, 来鼓励啊, 应这个奏轮来救众生啊, 鼓励大家, 来应这个任言经, 救牧师的众生, 这身上代词啊, 如果安住处, 安在这个住处, 比如说, 你家, 你已经是单亲的家庭, 或者是夫妻啊, 没有, 没有再住在一起啦, 你的客厅啊, 怎么样子, 那么如果有夫妻的, 房间的, 那就不要, 不要挂啊, 夫妻的房间了, 不要挂, 挂的也是会怪怪的, 做菜在那里, 你两个的那个, 你不觉得怪怪的, 还调一个座轮, 你跟他眼睛, 做天空间的看, 那样也是不好的, 所以带这个座轮, 夫妻干净的房间, 就完全没有夫妻的, 你已经, 先生你不在啦, 或者是你先生啦, 出野门啦, 那么就可以了, 客厅, 或小朋友的书包里面, 如果你有车子啊, 那就更好, 车子要放几个, 是吧, 是庄宅圆馆, 包括什么庄, 什么宅, 什么圆, 什么馆, 楼市街, 油汤, 消雪, 主委, 那个嫩言座一放, 只要从那个底下过, 每天都消灾, 每天都劫难, 每天哦, 每天哦, 包括那个大宝山, 广博罗哥山柱, 咪咪陀罗尼啊, 那人做, 放在上面, 掉一个庄宇在上面, 然后从, 我们就门嘛, 一开嘛, 放在上面, 从底下经过每天, 每天经过消夜之灾, 出来是消夜之灾, 每天都这样子的, 这个庄宇呢, 未得力啊, 惊人啊, 现在就问题说, 你要不要做咧, 对不对? 你要留财产给你的徒弟, 不是徒弟啊, 而你啊, 而你啊, 那你为什么不把钱拿出来, 好好的救救苦难的众生呢? 啊, 这个庄宇你看看, 所以你佩戴的这个庄宇, 你竟然不知道, 如此大的功德, 此极远, 罪灭啊, 阿难, 如果有众生, 从于无量无数, 皆来无量无数, 乃是西域, 十大数之一二, 就百落叉, 百落叉, 百落叉, 乘以, 这个就是相成的意思, 百落叉, 乘以百落叉, 为叫做无数, 无数乘以无数, 无数相成, 为一个无量, 所有一切轻重罪障, 罪之所以称障的, 有爱正修故, 从前世来, 为己忏悔, 忏记忏谋, 吃饭悔过, 忏是犯阴, 毁是华言, 所以加起来, 所以称为, 华, 饭, 监, 监局, 忏者忏其前前, 悔之悔其后过, 既然为其忏悔, 避藏正修, 欲修三目, 西甲奏力, 若能读诵, 书写词咒, 身上代词读诵者, 起住不忘, 书写者触目惊心, 若安住处, 庄宅, 监管, 庄宅, 只时常安在住处, 监管, 暂时尤其的地方, 如是基业, 由汤消血, 如是无量, 无数节来, 一零八八, 所有的机器, 醉业, 葬神这些功力, 素能除灭, 犹如, 废汤消血相似, 你知道这个, 你带来身上这个座路呢, 公子大道, 你没办法想象的, 一零八八, 不久, 皆得悟无神人, 你看, 还带这个座路呢, 还能够悟到无神法人呢, 正麦淫, 原教的, 原石教的出诸位, 见性, 无神人, 用我们现在来讲, 就是见性的意思, 便正德耳吃人, 别教当在地上, 详前发通, 乃是定心成就所发, 今悟无神, 乃是慧心成就所发, 前面但了之不昧, 未必实证, 万法无神, 因之后为生于前卫, 旷得慈忍之后, 最乎皆空, 甚凡情境, 可以模仿一如, 方人, 骗色, 恶苦诸趣, 而无爱无责, 谁知道此刻, 超前诸科, 而为诸道之成功义, 又所谓出世兼至, 发通成死, 而无神成忠, 发得了感通, 为开始啊, 有种种的神通, 而无神是最后的咯, 岸的六科, 前面四科, 就是为人生的, 生善系谈, 那么第五, 就是对治破二系谈, 那么第六, 就是第一, 入力的无神系谈, 而前面的这个救难呢, 后面的应求, 乃是世界欢喜系谈, 义可类之, 执掌书银, 书葬即销, 三魔得尘, 谁在座诸位啊, 书士的业障没法, 没消, 没办法入三魔地的, 没办法入三魔地的, 三魔得尘, 故隐不久, 得者得忍, 这个忍就是无神的意思, 无神法忍, 这个忍就是应可印证, 决定无疑一切法无神, 就是证得空性的意思了, 准全聚空不生啊, 按后面乃是当第三件事啊, 且不可做八地来解释, 后面呢, 讲禅那正位就会讲道, 在此啊, 不再赘述, 父侧阿难, 若有你能, 未生难你, 欲求应哲, 若能自心意念失重, 或能身上, 代此stand up, 变身福德智慧难你, 有个老菩萨, 看到这一段, 我吓一跳说, 哇, 带那个坐轮会怀孕哦, 不是啦, 人家是要求啦, 你这个无能, 你要打我多生呢, 所以说呀, 这一段要求, 才有, 父侧阿难, 如果有你能, 未生难你啊, 欲求应哲, 因为带了坐轮啊, 想要心想事成, 想, 若能自心意念失重, 若能身上, 代此stand up by the night, 变身福德智慧难你, 哦, 这个坐啊, 还有求难得难, 求你得你, 二求皆岁啊, 所以, 今天讲的二求, 一二三四的二求, 就是指求难跟求你, 此称, 所以愿求, 因为不按佛法, 但求是见福乐, 设若有女人, 未成生难欲女, 欲求孕者, 孕就是怀胎了, 若能以自成心意念失重, 欲就是常识记忆, 念着词, 常识时的词念, 自应所求皆岁, 社会秉性稍顿, 不能意念, 只能身上代此stand up by the night, 咒者, 也得同样功效, 昔日以未生难你, 恐怕是丈夫所弃, 今者便身福德智慧难你, 有福德, 富而人, 有智慧, 聪而闲, 此岁难你求也, 所以就是达到, 求长命者, 既得长命, 一求果报, 树圆满者, 树得圆满, 生命设立, 一副如是, 求长命者, 贪生恶食, 人之常情, 无论富贵贫贱, 皆求百年无病啊, 永享侠连, 侠就是长啊, 大家就想活一点啊, 活一点啊, 我常想说, 我四十九岁啊, 四十九岁跟五十岁那一年啊, 那, 紫薇多数说, 没救啊, 现在这个拼过了, 可能呢, 提倡这个, 咒轮有很大的关系, 咒轮啊, 让无量无边的众生佩戴, 得以, 啊, 这个, 道业有成, 啊, 我认为, 功德很大, 可能呢, 转这个命, 啊, 能持, 持送神奏者, 记得长命啊, 一求果报, 树圆满者, 果报有福利修行啊, 两种分别, 持中适世福利啊, 而修行, 上课中知发啊, 啊, 通明, 住得无身, 修行以得圆满, 生命色利啊, 一福如是, 这个福利果报呢, 就像啊, 身体啊, 健康啊, 寿命延长啊, 行色端正啊, 心理强壮, 一福如是, 此上面啊, 啊, 这同上面的果报, 素得圆满, 此顿根劣迹啊, 不知持咒, 为当来臣佛之音, 为求色身利益者, 所以也满他的愿, 因为众生跟其不一样, 1090第四行, 今晚, 命中之后, 随愿往生, 十方国度, 必定不生边地, 下见, 何况砸邪, 宋楞延长, 还满你的愿呢, 大家都, 都想往生佛果吧, 那么我们的宋楞延长在, 一直回向, 这个, 极乐世界, 那么, 万修万人去了, 啊, 万修万人去了, 所以, 像师父的以前, 是自己这样持咒的, 任言咒, 早上持一遍, 下午, 午睡的时候, 休息一下, 起来, 再持任言咒, 晚上的时候, 再持任言咒, 有的人说, 任言咒, 只能早上持, 经典, 没有这个根据的, 佛讲这个任言咒, 是下午的, 是下午的, 赐文殊师利菩萨, 其救, 枉救阿难, 是下午的, 因为过午以后的, 所以任言咒, 并没有说, 只有早上能念, 过午不能念了, 没有这个, 就是对, 经教上, 对任言咒, 不能了解的人, 才做如此之说, 毫无根据的, 所以我以前呢, 也是这样子, 一天呢, 念了三次, 任言咒, 还有十小咒, 此求生后往生, 命中者, 前因已坏, 后因未成, 所愿往生, 十方, 祝佛净土, 以持咒力, 持咒功力得满所愿, 决定不生, 边地下见, 边地就是没有佛法的地方, 叫做边地了, 那么下见了太苦了, 没办法, 比如说你做人家的庸人, 三餐都吃不饱了, 你哪里有办法, 你一出生, 就是贫穷下见了, 那没办法, 那边地下见了, 尚且不生了, 何况地义恶鬼等等, 咋行义报呢, 执掌书银, 大悲经营, 宋持大悲神咒, 若不生入福国者, 我事不成正觉, 所以每一个人, 这辈子一定要定一个功课, 就是大悲咒, 一定要念满十万八千遍, 有的人已经念满一百万遍了, 有的人是这样子, 盖彼见菩萨的愿力, 此见诸佛信力, 以此奏使诸佛信众, 此此奏折, 必为诸佛互念故。 接下起1090, 最后一行经文, 阿难, 阿难, 若诸国度, 周, 县, 聚落, 七方, 毅力, 祸附, 刀兵, 贼难, 斗争, 坚以一切, 恶难之地。 解释一下, 若诸国度, 以现在来讲, 这一个国家的领土之内呢, 那么, 周, 县, 聚落, 周就大了, 县就小了, 聚落就更小了, 那么, 饥荒, 毅力, 毅力就是瘟疫咯, 像SARS这一类的, 潜流感这一类的, 就是瘟疫咯, 以前叫做黑死病, 黑死病, 这个瘟疫一死, 欧洲一次黑死病, 你知道死多少, 死上千万的人, 没有药可以治疗, 没有叫, 你一次战争, 还没死那么多人, 这个, 黑死病一来, 那个死的不是一个两个, 你看看那个影片, 欧洲啊, 有一次得到这个黑死病, 是怎么样, 每天都有车子出来, 每天都有车子出来, 然后就用一个痒痒的, 痒痒, 然后就问, 你家昨天有没有死人啊, 要问哦, 你家有没有尸体啊, 要尸体就抬出来, 我看到那个影片, 得到瘟疫的时候, 没有药, 没有药啊, 通通死, 一片死疾啊, 一个都没办法活, 因为全世界没有药了, 也碰到, 而且传染病又更快, 传染以后, 没几天死了, 传染以后没几天就死了, 像萨死期间, 我们这个讲堂, 完全天克, 吓坏啦, 这个瘟疫啊, 瘟疫它, 没有形状, 不是刀子来你可以跑啊, 刀子来你可以闪啊, 这瘟疫你眼睛根本看不到, 对不对? 所以啊, 那个时候啊, 大家都戴一个口罩, 是不是? 大家都戴口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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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 吓坏了, 所以我们那时候, 共修通通停, 通通停, 如果瘟疫的期间, 像瘟疫的期间, 像你大家这样坐在一起还得了, 咳两声的话, 细经就出去了, 噢, 这个瘟疫的话呢, 没有人敢上课的, 要停止的, 互有刀兵啊, 或互刀兵啊, 或者贼难啊, 斗争啊, 坚以一切恶难之地了, 1091, 此正嫌此奏, 能护国安民转凶为己, 若住一国领土之内, 周县者国土之分之, 激落者人焉聚集之村落, 此又为周县所辖, 辖就是辖区咯, 激荒者就是五谷草菜不生, 为积景年, 像现在也很惨, 不该下雨的时候下那么多, 变成水灾, 该下雨的时候不下, 变成沙漠, 所以现在, 南半球啊, 北半球啊, 有时候刚好颠倒, 北半球是什么样? 没有水, 南半球下了很大的水, 到处都是水灾, 或者南半球啊, 下了大雪, 北半球啊, 一滴雨都没有, 这个是地球已经乱了, 吉利则, 利就是乃事实不正之气啊, 人得知而成吉异啊, 所以啊, 人啊, 跟天啊, 是一体两面的, 随时随地也都息息相关的, 为义利难, 刀兵者, 兵将不敬, 不敬就是不安定啦, 兵将不敬, 不敬就不安定啦, 贼难者, 家国不灵, 斗争者, 情小为乱, 借刀兵难也, 所以, 有福报的人, 就出生在太平盛世, 没有福报的人, 就出生在战争, 一出生, 刚好在打仗, 国家跟国家在打仗, 那你看看, 慘不慘啊, 你看那个卢安达, 那个小朋友喔, 那个黑人喔, 小朋友, 饿到什么程度呢, 饿到那个苍蝇喔, 苍蝇, 停在这个地方, 停在这个地方, 都没有力量去把他挥走, 躺在那个地方, 那政府跟叛军只顾打仗, 大家只想掌权, 那卢安达结果死了好几百万啦, 卢安达内战啦, 非洲的卢安达, 现在停啦, 所以你就知道啊, 那个战争有多残酷啊, 人类的那种贪婪啊, 只为夺得政权啊, 不顾人民的死活啊, 所以是出生在那个地方, 那很麻烦啦, 所以有福报的人, 出生在太平盛世啦, 那么没有福报的人, 就出生在, 刚好一出生, 就在国家正在战争, 以下者坚于一切, 恶难之地者, 如酒鱼为患啊, 酒雨下了太久了, 就水灾了, 那么汉拔成灾, 这个拔呢, 就是汉神啊, 干汉的汉啊, 不是那个汉神啊, 搞清楚啊, 神的就是神明的神啊, 拔, 就是专门处理天气啊, 干燥的神, 那就是拔, 汉拔成灾啊, 还有这里就是蝗虫, 肆虐, 哦, 诸位你看过啊, 你看过那个影片没有, 那个蝗虫啊, 那个蝗虫一来哦, 吓坏了, 我看过那个影片, 人家有拍摄那个影片, 像乌云可以遮入一样, 遮日哦, 那个蝗虫一飞过来, 看到, 看上天上, 天, 往上空看, 看不到太阳, 那个多到, 嗯, 没办法记住, 哇, 那个, 怎么会蝗虫这么多, 吃, 所经过之处, 把所有的植物, 通通啃光, 蝗虫四年, 你所种的植物, 通通啃光, 啊, 再来就是蜂堡, 蜂堡, 啊, 就是空, 这个堡就是空气中的水蒸气啊, 碰到冷的时候, 凌结成冰块啊, 就降落下来这个叫做堡, 那在台湾也有, 台湾下的这个冰堡就小了, 冰堡就小了, 啊, 蜂堡十字了, 凡是有损于众生者皆是, 写此神咒, 安城四门啊, 屏住肢体, 或托车上, 令其国度所有众生, 奉迎师咒, 礼拜恭敬, 一心供养, 令其人民各个身配, 或各个安所居宰地, 一切灾恶, 细节消灭。 所以写这个神咒呢, 安城门的四门, 屏住肢体, 肢体就是可供养的地方, 就是找一个净处, 可以供养的地方, 叫肢体, 或者托车上, 这个托车叫做床, 一个金, 左边一个金, 右边一个桶, 托车上, 就是床, 或托车上, 令其国度所有众生, 奉迎师咒, 那么讲堂福报大了, 有讲任言经了, 大家知道这个任言神咒了, 所以大家, 今得消灾劫难, 平安, 礼拜恭敬, 一心供养另其, 人民的各个生配, 你看哦, 生配哦, 这个就是师父一辈子的, 觉得做了很好的一件事情, 让大家佩戴这个咒伦, 佩戴这个咒伦, 佩戴这个咒伦, 或者是各个安所居宅地, 一切灾恶细节消灭, 你看我们那个, 九二一大地震, 我们目无通通是安这个, 挟持神咒, 安城四门, 众人往来必经之处, 并住肢体啊, 此因可供养处啊, 就是清净佛刹之都称, 或托舌上, 托舌中文叫做床, 如尊圣床, 托罗尼床之类的, 令其国度所有众生, 礼拜恭敬皆同一心自成供养, 令其人民各个身上, 佩戴此咒, 哇,在座之位, 你们身上都佩戴了, 或者是各个安, 安共义所居的宅地, 一切灾害为恶之事, 细细消灭, 自可化暴力为祥和, 这太好了。 这和谐啊, 是每一个人期盼的, 和谐的家庭, 和谐的社会, 和谐的国与国的关系, 全人类都过着和谐的生活, 大家都喜欢, 没有暴力。 1092, 经文, 阿难, 在在处处, 国度众生, 所有持咒, 天龙欢喜, 风雨顺时, 五股风阴, 赵树安乐。 风阴, 阴就是时了, 赵树呢, 就是民众之多了, 民众之多。 这谁在谁处啊, 国度所有众生, 皆已有咒, 谁有此咒之地方, 能信受奉行奉持, 乃改天龙欢喜, 则风雨顺时, 就像古时候的圣时, 五风时一样。 五风时一样, 就是加一个天, 五天刮一风, 十天下一雨, 形容风调雨顺, 这叫五风时一样。 如果加一个天, 五天一风, 十天一雨, 叫做五风时雨, 就表示风调雨顺的意思。 五天一风, 五天刮一风, 十天下一个雨, 由是这五股收成, 必丰盛而因死。 赵就是时一为赵, 树就是众, 如典以民为树, 现在就是赵树, 就是指民众之多了, 不是决定啊, 会决定树的安乐者, 为各安之乐业也。 以下经文, 以赴能证一切恶心, 随方便怪, 宅仗不起, 人无横妖, 醜谢加索, 不造其身, 昼夜安眠, 藏无恶梦。 现在就是, 如果你碰到了施法, 碰到了种种不自在的事, 那么佩戴咒罗人施法, 就会自然慢慢的解决。 其实这个宠谢加索, 其实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司法案件了, 司法案件等于等同宠谢加索了, 上手铐, 而是因为你犯了司法吧。 这个意思就是这样子嘛。 解释一下啊, 所以义父能证, 能证慑什么呢? 一切的恶心啊, 以前讲的星宿, 跟我们呢, 种种的人间的地球生活是息息相关的。 那个念星宿, 就是一切恶心啊, 随方便怪啊, 栽账是不起的, 人也没有横妖, 醜谢加索。 这个醜, 那么, 就是犯人所带的这个器具。 如果念这个钮的话呢, 念这个钮, 那就是树的名字, 一个叫钮树。 如果念醜, 就是犯人带的气蟹, 蟹就是刑具咯。 那么夹锁, 这个夹锁就套在井子的刑具。 以前你看过那个古装的, 手是这样子, 对不对? 井啊, 被扣住了一个两片的板子。 你看过那个连续记好不好? 那个扣住, 那手是这样子的, 手是这样子的, 套住井子的刑具, 不找其身。 那么这个谢字, 就是刑具的意思。 谢字, 也就是所谓讲的自故。 自故。 左边一个木, 右边一个自成肯解的自。 那么左边一个木, 右边一个告, 这个念自故。 自, 这个自故呢, 就是古来。 古时候用来继续犯人的刑具。 在脚, 叫做智, 在手, 叫做故。 也简单, 用现代话叫做脚镳手铐。 这个叫做谢, 谢就是刑具了。 放在脚的, 脚镳, 放在手的, 叫做靠。 脚镳手铐。 古时候放在脚的, 叫做智, 放在手的, 那么就是故。 因此, 这个谢就是自故。 情具的意思。 家所不朝其身, 昼夜安眠, 常无恶梦, 正者压也。 以此神咒, 亦父能镇压, 一切恶心。 心各有方, 所以叫做随方。 便怪者, 反常, 叫做便, 亦亦亦亦怪。 比如说前面所讲的, 的乌他。 汇啊, 贝啊, 非留。 随其所感之方, 而现比国众生, 本所不见, 亦如不闻。 各有人事做意, 异下, 天道应湖上。 以前歌仔戏都是这样讲 以前歌仔戏还是蛮有效的 一些古说的事情还用得上 既然是变怪既不兴 栽赞自然不起 栽不起之各尽天年 故也人无横妖 仗不起 只相安无事 所以仇谢家说不着其身 昼夜安眠 常无恶梦者 昼为节食 夜为卧食 安眠者无有梦想 为栽赞既无 自然卧安节安 梦想一安 1093中间的经文 阿难是说佛界有八万四千 栽变恶星 二十八大恶星 而为上手 富有八大恶星 以为其主 做种种行 出现事实 人生众生种种灾疫 说佛界则 五着二世 故有恶星 净土无知 八万四千者乃是周烈 秀之总称 烈秀 就是星 这个不念星术 星术 所以乃周烈 秀之总称 乃是应众生烦恼之术 栽变恶星者 恶不知恶 因栽而变 故因栽变恶星 二十八者 为四方之经 经就是直线 直线的了 那么八大行者 为寻经之为 为那么就是横线的了 我们就北围几度了 东经几度了 东经就是直线了 北围就是横线了 二十八星 佛经四点了 大同小语 比如说东方七星了 我们不是专门研究这个 就简单念过去就好 以孔雀 为毛 臂 毛 臂 嘴 身 简 鬼 柳 的七颗星了 而四点则是 脚 坑 底 防 心 尾琪 南方的心 一孔雀 为 心 张 翼 枕 脚 翻过来 1094 脚 康 底下人 底 而四点则为 简 鬼 柳 心 张 翼 枕 那么西方七星 一孔雀叫做 防 心 尾琪 斗 牛 女 而四点叫做 魁 柳 这个魁字 韩国人 最喜欢命的一个名字 魁字 你看看韩国很多人的名字里面有一个魁 这个魁是一种心 魁 柳 魏 毛 臂 身 嘴 北方七星 一孔雀叫做 须 尾 四 碧 腿 柳 胃 底下 而四点叫做 斗 牛 女 须 尾 事 碧 或者是孔雀 越灾变 而四点就越长度 长度就是一般 颜 地方清零 则四七 二十八颗星 各住本位 如果灾难将其的时候 则四七 地腹交错 星星在移动 就会影响到 影响到地球 古时候的人 还是很有天文的观念的 古时候的人 还是蛮有智慧的 不是随随便便的 就知道星 天上的星 星星在移动 变化 就跟整个地球的灾难 世纪的协调有很大的关系 能统领八万四千 而为上手 互有八大二星 藏水 为金 木 水 火 土 罗猴 祭都 会 有的认为是五星 以罗 祭 备 也 以为其主 以为八万四千之主 二十八大二星 以为其师 上列天下 下印人士 顺者为福德 逆的就是灾难 所以人不可逆天 人应顺着这个天 大自然 我们现在就是不顺天 大量的开采 大量的破坏环境 大量的破坏森林 因为人口的众多的压力 工业的废水 环保 大家一直呼吁 所以地球现在的灾难特别的多 连那个北极熊都受到遭殃 人类的排放出去的 这个CO2造成全球的软化 这个北极冰茂 溶解了 那么北极熊赖以为生的陆地 因为结冰的陆地没有了 没的地方 补这个海狗 海豹等等 那么再来工业 有的人去这个北极 捕获那个北极熊 把他身上抽出来的血液检验 有人类污染的重金属 人类污染的重金属 这怎么来的呢 因为北极熊靠吃海豹 靠吃海豹 然后这个海豹吃海中的鱼类 那么海中的鱼类吃什么呢 吃海中的维生物 海中的维生物 这个海中的维生物 也吸收了人类排放出去的重金属 还有空气 空气 烟囱一冒就飘飘飘到北极 北极看天空都清凉的 结果那个空气很污浊 里面有重金属 抽出来的时候 北极熊的身上有人类的一些污染的重金属 所以这个biology 生物学家说 人类如果再不节制 欲望跟享受拼命的排放 这个污水废水或者排放 恶毒的空气 再过不久就看不到北极熊了 因为他们没有办法传后代 那么北极熊现在呢 大的北极熊 吃了小的北极熊 那个相片你有看到 把它吃下剩下一个头 刚好被这个科学家到北极拍摄起来 这个大熊 吃小熊 因为没东西吃 真的 整个地球能够撑多久 不知道 但是目前看起来 好像前途蛮悲哀的 所以现在大家主张绿色环境 绿色的环境 建筑用绿色的啦 用太阳能啦 发电 但是因为它的成本很高 没有几个人装得起的 而有的人认为这个要装这个太阳能啦 可以节省电啦 需要二十年 或者十年才可以回本 所以一般人意愿不是很高 当然也有人 那么欧洲有一个村庄 全部都是用太阳能板的 没有污染的 像丹麦啊 瑞典啊 挪威 现在就开始重视这个 瑞典呢 哇 那一个村庄全部 都是太阳能板的 那个整个村庄全部没有污染 完全没有 这位啊 是上帝天相下应人士 顺着福德 你这位灾验 路苏所谓的 慧 敌 这个慧就是恩赐的意思 恩赐的意思 敌就是达到了 上昌赐给你吉祥的意思 叫做慧敌吉 慧敌吉就是上昌赐给你吉祥的意思 慧就是赏识 敌就是达到了 吉就是吉祥 上昌赐给你达到吉祥的 这个这个 事项 你要求什么 只要你有福德 有福音 他就不降灾 那么聪明兄 这种种行 或者是商鸯无水 十焰飞风 这个一定要讲 什么叫做商鸯无水 商鸯 它是一种鸟鸟 鸟鸟鸟 这鸟鸟 有一天 它飞下来 飞下来 这个鸟会飞 是齐国有飞鸟 一族来下旨意 殿前就是用一只脚 一只脚 一只脚 然后用一只脚 一只脚把它卷起来 这个翅膀就卷起来 然后把一只脚 剩下一只脚 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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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奇怪 这个鸟有两只脚 为什么一只脚 用跳的呢 齐国的侯啊 齐侯就大怪之子 就派人啊 评论孔子啊 孔子就说 此名商养咯 即告明驱至 勾取 就是赶快啊 开凿这个大水沟啦 天降大一样 意思说 天啊 要做大水灾啦 赶快啊 以前哪有这个孔孤立的 这个水沟没有了啦 以前哪有怪区 这个挖的没有了 都是靠人工这样挖的啦 要赶快啊 这个挖这个勾子 叫做勾取 因为 要疏倒这个大水啊 天降大雨 果不其然 哇 经过几天 于是没多久 看到这只鸟 一只脚跳跳跳跳跳跳 这商养的鸟 跳跳跳跳跳 隔了几天 大水真的来了 所以这个商养 这个鸟 知雨知物也 是天且雨啊 屈起一足而起舞 就是 知道天要下大雨了 这只鸟 就在用一只脚 用跳的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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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咚 这是如果说你看 师父下来 用一只脚跳 那个不是要下鸟啦 那个 倒下丢胸哦 这个跟下鸟没关系哦 是不是啊 这个是商养 母水 所以商养它是一种鸟 这是齐国的意义 一一种鸟 那么石燕飞风 意思就是这个形状 形状 这个石头的形状 像燕子 形状像燕子的一块石头 形状像小燕子的这个石块 在湖南省的003 传说碰到了风跟雨 它就能够飞起来 雨停止了 就化成石头 叫做石燕飞风 简单讲 石头 类似小燕子 它只要风一来以前 它就飞 风一 我结束了 它就停止化作石头 简单讲 这些都是一种征兆 如为小儿 换出了鸟窑 就像小孩子了 换出了鸟窑等等 出现事的时候 人生一切众生 种种 幻变 灾疫 非常不测之事 以下 说 由此 咒地 细节 消灭 十二游行 成 节界地 主二 灾想 永不能入 那么没有水灾 没有风灾 没有火灾 这个多好 温灵 以咒力 斜 护 百顺 斜 就是跟我们的 斜条的斜是一样 左边 双石的石 然后右边三个力 三个力 就是斜条的斜一样 斜 护 百顺 所以 二变 细灭 一天 灾想 不如其境 由此密咒之地 只要有 嫩言咒之地 则能反 迅为己 所有的灾想 细节 消灭 流行者 那么 这个 翻译叫做 玉山那 此云 和 由此的 意 之意战 就像 中国的意战一样 意战就是传递 文书 中途 暂时攻击 休息的地方 大家都知道 像我们现在的 休息地 高速公路 有休息站 一样的道理 乃是 伦王 寻寿 这个寿 是古代 天子 寻查 诸侯 所守的地方 叫做 王 寻寿 一亭之寿 一亭之寿 游行有三种 大者八十里 中者六十里 小者四十里 在这里 必须强调 以前的这个四十里 跟我们现在 四十公里 是完全不一样的尺度 诸位 现在 你现在不要把它当作 是八十公里 是六十公里 小的四十公里 就绝对不是这样子了 那到底多大 没人知道 没人知道 成 节界 递者 百灵 呵护 主恶 灾祥 永不能入 祥者 吉凶之 先兆也 灾祥者 当时凶兆 不弃吉祥 以吉祥之意 事故 如来 先是 此咒 以未来 是 保护出血 以从耳根源通 入镇定者 身心泰然 内外 身心的解脱 自在 得大安稳 底下最后一样经文 更无一切 诸位 鬼神 即无死来 咽痕 素殃 就业 存在 来 向脑海 最怕的是 以前的欠 还不完 更无一切 神咒 保护之力 诸位 鬼神 就像后面的 阴谋当中 所说的 即无死 接来 焉对 横祸之 素殃 成就 未了之 业在 来 相脑海 身心 令 三谋不成 逻辑重重 诸有些人 即未来 是 主修行者 以我 坦常 如法 持戒 所受 戒主 逢 清净身 持 持 咒 心 不生 一回 这个不生 一回 很重要的 就是说 我们 身心 不一样 对佛所 讲的 身心 不一样 诸位 你有 一回 那 修行 不能成就 看底下 诸是 如 其 众中 诸有些人 只三谋 以前之众 以及未来 是 诸修行者 未来 尚之 保护 现会 一当 信授 以我 坦常 所定的 仪轨 如法 持戒 角入 冰霜 所受 戒主 逢 清净身 持持 咒心 不生 一回 这 满淫不犯 事故 一 谈差 二 切戒 三 失会 四 一回 贪差 就是说 禁堂不如法 二 戒切 持戒不清净 三 受戒施 传授施 不清净 失会 四 一回 本身生不了信心 种种的怀疑 后悔 翻一个 那么就难 现身取证 为重远因而已 所以这个 对佛 对常处 对佛法身之三宝 身具信心 是决定成就 跟不成就的关键 对法上 生计信心 那么这个人 就一定成就 对三宝 生计信心 那就没话说 道也一定成就 那么对三宝 没信心 那就这个人 就是结结缘 不能算不好的结结缘 1096最后一行经文 是善男子 与子父母所生之身 不得心痛 释放 如来 并未妄于 解释一下 是善男子 这样 发 弗力心 向善的男子 又肯 持咒的男子 以此 父母心 所生之身 就是当下 今生今世 不得心痛 用现在的名词来解 叫做 若不大开言解 大悟见性 就是这个意思 不是贪心痛 不是这个意思 就是 如果没有得到大开言解 大悟见性 悟到佛的心性 十方如来 便为妄于 意思就是 一 你能够见谈 完全清净 如法 二 持 不杀 不道 不赢 不妄于 第三 你的传授是 绝对的清性 第四 生性不移 绝对清性 信佛 这疑 决定成就 不回 诸位 这样的话 如果没有 大开言解 大悟见性 十方如来 便为妄于 1097 使善男子 不犯事过 以此父母 现前所生 五应之身 不待后生 若不能得心地 明了 葬心 以获原通者 这十方如来 所说之法 便为妄于 执掌 书因 心通者 就是心地开通 果然如上 所说 不凡事过 自然心地开通 社会自立 未冲 也必蒙佛 现助 如前面 烈士定会云 我知现身 自其人前 莫顶安慰 令其开悟事也 一位 社会自立 现正 彼得 圆解 大开 如前面 三期定后 端住 安基经 一百日 有利根 上根 立志者 不齐一作 这需托还国 既正出国 能断 见祸 就像 安安 为其出国 你本经 三剑 币 大开 圆解 为不利 生其 或发生 即使 其身心 圣果 未曾 决定 这支 成福不谬 社会 心通 心经 通文 文 就是混合 决定 币的宿命 如前面 圆正 通明 云 世人 用此 心能 记忆 八万 世界 红 河 杀 作品 了之 得五一或一 五十八分 我们就休息 休息 二十分钟 二十分钟 剩下一点点 记得 今天有带义冠来吧 明天 明天只带义冠来就好 明天只带义冠 因为我们第十三套 只有讲到 大概一一 零五页 就就结束了 一一零五页 就结束 再来这个楞严经的义冠 这个楞严经的义冠 我觉得这个成光法师 写得特好 写得用三百三十页 写得 那个内容实在是好 那里面呢 世中介 讲得多好啊 那里面的内容 取了很多 现在所发生的例子 他也有这个能力 写之类 再来楞严神兆 我们师父也很敢念 这个法师 因为他写过饭碗 如果没有 成光法师这本 楞严经义冠 我们这一辈子 都不可能理解 楞严咒到底在讲些什么 他有翻译成中文 那个 所以讲得特好 我现在学中国大陆 那个别就不用讲了 特别好 就特好 所以这一本讲义 在补充这个义冠 perfect 很完美的 太好了 这个后面的 这个义冠 不看了 后悔一辈子 其实特别的好 好 好 好